我也不是自己去选择这个论文题的 也是被选择的 等一下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请问你有没有言辟 新始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心三 加号时间冲冲 青年学者论心三 我们录来录去 我终于就录到最后一场了 我觉得有点舍不得 伟学 我跟你讲 今天的这一场本来是没有机会录的 因为我们的作者 他前阵子真的很忙 他的人生大事非常忙 但是我们蚂蚁学人 就是有弃而不舍的精神 所以我们终于在我们的青年学者论心三 翻外篇 请到了我们的张学心老师 上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的论文 大家好 我是张学心 之前是因为一直在考试 就忙论文 所以就推了一次 那后来就是老师又再找一次 那就不好意思再拒绝 而且时间也刚刚好 我的东西都结束了 那所以我就来了 所以各位观众 你还可以看到雪星后面 还有一个喜事啊 就是整个喜气很开心 如果他没有解释 他是因为要考试的话 我还差一点要祝福他 是是是 真的是我哥哥 是各位观众 今天那个雪星他给我们带来 他写的这一篇文章叫做 吴华的文史研究 是不是雪星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谁是吴华的 吴华呢是一位就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民间学者 他一生就是自立于就是文史的研究 然后也孜孜不倦的一直在为华社去编写了很多史料 那从时间的那个跨越度 他的论著是从就是最早的50年代到最近的2017年 就是已经跨越了就是几乎半个世纪有余啊 然后在内容的那个多元上呢 他的论著有就是文学创作 然后到地方史到会馆史研究 然后再到名人专略等等 就是留下了很多很多的 很值得我们重视及给予肯定的研究成果 是我们作为新山的这个文史研究的人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吴华 他出了这个新山华族这个历史人物的传记 还有出了这个会馆的这个东西 佳浩你对于吴华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 说到吴华其实伟权啊我啊 当然雪星一定都很熟啊 那我们的熟不是因为我们研究过吴华 而是我们的研究常常要引用吴华老师的东西 其实我们读了雪星的文章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吴华老师真的是涉猎很多 他的文章不只局限于我们最关注的地方研究 说到这一点呢像我们这些也算是研究者的话 我们都会很在意吴华老师写的东西啊 我们会跟他打电话聊天啊请教他的东西啊 问题是雪星像你这样年轻的人为什么会对吴华老师有兴趣呢 其实像前一位就是学姐佩军那样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自己去选择这个论文题的 而是也是 我是被选择的是吧 等一下等一下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请问你有没有言壁 没有没有 我差一点言壁其实 有什么东西 你敢敢讲不要怕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找到就是安老师当我的那个论文指导老师呢 然后就跟他说我想做文化这一块 可是要做什么题 然后我自己也就是有提了几个 然后老师都觉得就是那些资料很难找到 因为我又不是新山本地的人 他说你应该要找你在这里你可以做的东西 之后老师就有提议说你可以选择五花 然后那时候也不晓得五花是谁 然后那时候老师也在筹备着那个五花文史选集 然后他有给我看了目录就是五花写过什么书 然后我就在里面看到一个很眼熟的就是柔佛古庙专辑 那时候其实我有参加我们学校古迹巡礼小组 每个学期会带新生去参访新山各地方介绍就是新山的文化 刚好我就是负责去讲述就是柔佛古庙的准备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看过柔佛古庙专辑 可是我不知道原来就是五花写的 就是有想到说平时看到的那些历史资料 看起来就是很平凡 就是一个很现成的资料 没有去细细地想过 这背后那些文史工作者 他们是怎样默默地去收集史料 然后去考究 然后一点一点地去还原 去把这个历史用文字来呈现 所以写着写着就是有一些出动 题一顶下来以后呢 就是要去想那个末路嘛 就是整个路门的那个架构 可是因为私人问题啦 我的那个架构就是没有很好地想得出来 后来五花先生就是在 2018年5月9号的时候就过世了嘛 也就是你一开始选题选五花的时候 五花还在的 对还在的 那你在整理他的文章的时候 没有想说去访问他一下啊 我这篇论文呢 为什么会变成是以资料整理的 形式呈现呢 也是跟我其实这个论文写的那个时间点有关系 原本老师说你订了这个结构 然后我们可以去找了五花去访谈 然后问他一些想法啊什么的 可是因为我第一个学期 原本应该要订下的那个论文结构 然后因为个人的私人原因就是拖延了 后来就是很不幸的 就很可惜的 五花先生就在2018年5月9日病死 我感觉我那时候其实蛮绝望的 后来就是在老师的帮助下财 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把这个论文写出来 是真的很不容易哦 在我们的青年学者论性上里面 我们已经听到我们几位来宾都有分享 他们写论文那时候碰到的难题 但血腥碰到的这个难题 整直是晴天霹雳啊 那那怎么办呢 五花的离开势必会对你的论文的架构产生改变 那你怎么去进行这些调整啊 调整上其实就是老师给予了很多指导 另外呢就是一位学姐曾经也写过会馆研究第一人 五花先生的经历就是陈嘉颖学姐的一篇论文的那个架构上去延展 那时候你有去五花的灵堂那边上香 请她保佑 没有 可是就是晴天霹雳之下呢 我记得我有哭过 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珍惜到就是原本应该有的那个机会 然后就是再一次就感觉得到 不管是人还是那种历史事迹 只要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好好地去保护她 去把她留下的话 她就是会更正时间流失啊 然后人事变迁啊 就会消失这样子 是 学兴讲到这一种感受啊 我相信我们荧幕前的观众啊 都大概有多多少少会明白这种 Time waits for no one的这种感受啊 读了学兴的这一篇论文 我觉得我从里面我又更加了解了 五花老前辈做学问跟她的斜杠青年的人生是怎么养成的 而且我觉得雪兴她在谈到五花 她的文史研究方面哦 确实是有把我们所认识的五花给写出来 五花真的是我们新山文史研究的第一人啊 还记得我们这一次访问呢 也是我们新山文史的老前辈 苏庆祥老师 我五花也是他进入文史的一个引路者啦 文史老前辈中的老前辈啦 五花先生他开封器的地位 我们是真的是不能莫杀的 就像许云桥先生曾经作序的时候写过 嗯 时事之意必有中心 这一句话其实我原本是想选来就是做我的论文标题的 我很认同就是许云桥先生说 五花只有一双手 马来西亚地方只辽阔 绝不是他一个人就可以去包办得了的 五花是一个极先锋 他已经用他的一身去奉献了 我觉得五花先生他的文章里面 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去抛砖引玉 就是他把最基本的那种史料 他已经收集好了 已经就是整理好了 就是等着后人去跟上去 后浪推前浪 所以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去重视 可以去发掘就是滑涉自己的那个历史 是 许云桥老师对五花的研究也是赞誉有加的 因为五花老师真的老师讲他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照顾晚辈的一个前辈 伟权你和五花老师有什么回忆吗 你可以跟我们来一谈 我以前在做星山研究的时候 我说是中文是做星山嘛 那做什么样的研究 只要有关星山都一定会读到五花老师的著作 也一定会引用到五花老师的著作 所以就觉得他是我做研究 这一个领域里面的神级的人物 一般会觉得说像文词工作者会不会比较有傲气 或者说觉得你懂得很少 但是你跟五花接触过后 他不会这样子 他会把他自己的东西分享给你 反正他会鼓励你说我看过你写的东西还写的不错 所以你要继续加油 继续要怎么写 甚至讲说我也觉得你某一些资料还不错 我是觉得五花给人家是一种鼓励 他不会因为自己懂得比你多 而觉得好像你比较低一级 而是他自己知道他懂得很多 但是他也可以希望从你身上找到一些他所不懂的 而你是在有一些他所不懂的他就很欣赏 而不是去打压 所以我觉得五花是一个很不错的学习的一个对象 那刚刚雪星也有讲到五花他一生人做研究 什么叫一生人 你就是在五花2018年离开我们的时候 其实他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在我们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当时候我们的文物馆年刊已经印刷出来了 你排版全部都印出来也给他拿去叫稿 那他在5月9号就过世了 那之后我们在5月30号的时候 我们就弄了一个新书发布会 所以刚好这整个过程就是在五花最后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跟我们有交集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至少还蛮光荣 我能够拿到他最后一篇文章 是 我也全说到五花老师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史研究 或者地方研究 或者讲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华人的这个会馆相团的研究方面 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这点我是很感同身受 因为我自己的导师蔡志祥老师 他有一次来新山考察的时候 遇到了五花老师 他高兴的不得了 我的导师高兴的不得了 他就像粉丝一样去跟五花老师聊天 所以这时候我忽然间发现 原来我过去常常会打电话去唠叨的这个老人家 原来是我论文老师的偶像 五花老师常常他就会来跟我们谈话聊天 有时候我们打电话找他 谈一些最近的一些文史的问题 一些发现 五花老师通常他就两句话 他第一句话一定会问你说有什么证据 然后听完了你讲的证据 他就会补多一句话 你快点写出来 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长辈 对往辈的爱护跟敦促 有时候我也会给他吓到 因为他会跑过来跟你讲 嘉浩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我吓到差一点跪倒 他不懂的东西 他就真的会跑来跟你问 然后问了之后还是你有什么证据 然后快点写出来 对我读他的文章 我也是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一个人 因为他在秩序还有前沿他都会写到就是说 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还是什么 就尚起读者能予以指正这样子 我也觉得这个这个致史态度很好 而且我觉得血腥这本书 就让我们看到五花的另外一面 因为根据血腥的研究 我们知道五花老师他其实从年轻到他的中年 他一直都是一个斜杠的人生 他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 所以我觉得他某个程度他很了解 我们文青在想什么 那后来他又转型成为新领导师 会去解决男女感情问题 所以他似乎又能够了解人心 他能够知道人情世故要怎么解决 最后就走入了研究古人 研究过去的人的那些心理 我觉得他的整个人生 读了血腥的文章我才发现 原来一切都有原因的 是 讲好我们最后一篇 就是血腥写了五花的文史研究 很快就来到尾声了 最后我们还是不免书的要讲一下这本书 我们今天这本青年学者论心山的出版 其实也不得不提五花老师这一位人物 也就是说南方大学学院出了一本 这个五花的文史选集 那当时也卖得不错 所以有了一个以书养书计划的构想 因为有了五花老师的那本文史选集 以书养书才养出了我们今天这一本 新始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心山 所以最后一集我们 以研究五花老师的这篇文章 作为我们的结尾 然后我们来跟五花老师致敬 谢谢大家这一路来支持我们这一系列的影片 是我们这一个新年学者论心山系列 也来到了尾声 就像尾声刚才所说的 我们是成了五花老师的先 才有了我们这一本书 五花老师带给我们的是很多的启发 带给学心的也有很多的感动 我们希望五花老师的精神 就跟我们这一本青年学者论心山一样 成先启后 也让我们接下去 会有更多的本土研究的文章 本土研究的成果可以出现 讲到这边 其实我相信我们都有一点激动 我们心中当然都有五花老师 但我也格化希望 我们今天晚上都能梦到五花老师 各位观众 我们蚂蚁学人青年学者论心山 谢谢各位 拜拜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